美方一些人总是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 鼓吹唯独打压中国 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是国际公平正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与美方在国际上屡屡退群毁约 对国际法择则用不合则弃形成鲜明对比 谁是麻烦制造者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希望改写什么的话 那就是中国不会走国强壁大的网路 而是坚定致力于同各国一道 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路 美方应当尊重和接受中国共产党 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 而不是肃意诋毁 读灭中国共产党 百般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 在国际上制造意识形态对立 拉当结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